大家好,我是Stan 女团Blackpink与YG娱乐再次签订了专属合约 今天12月6号,YG娱乐宣布 经过深思熟虑的讨论后 给予双方的身后信任 我们与Blackpink签订了团体活动的专属合约 YG娱乐接着表示 在YG的全力支持下 Blackpink计划发行新专辑 并进行大型世界巡回等活动 以符合他们全球地位 回报全球粉丝们的爱 YG娱乐总制作人杨颜色也对媒体表示 能够继续与Blackpink合作 我感到非常高兴 Blackpink将继续作为我们公司 以及更广泛的K-pop代表艺术家 在全球音乐市场中闪耀 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支持他们 并对他们的未来行动 给予不变的支持和信任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终于官方确定了 哈哈,太好了 原本团体活动也不是很多 即使团体活动是在YG进行 个人活动在各自的经纪公司进行 似乎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已经料想到团体活动会继续进行 但个人活动才是问题 如果每个成员都属于不同的经纪公司 协调起来会变得很困难 希望成员们签约的公司 都能对团体活动持友好态度 合约中会确定一年发行几张专辑 或确定团体活动日期 这比那些只是口头上说不是解散 然后各自到不同经纪公司是不一样的 官方消息公布后 股价也上升 粉丝们也可以放心 完全是不同的情况 他们说个人合约也在协商中 那个信息也应该很快会公布 如果已经和其他公司签订了个人合约 那官方消息应该早就发布了 已经期待Blackpink的新专辑了 希望个人活动也能尽快整理好 然后迅速回归 总结一下就是 虽然目前个人合约没有确定下来 只是团体续约成功 但明确的是 我们可以继续听Blackpink的新曲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接着到2023年12月 在韩国美轮应援排行 拿下最多一位的超红身曲 接着到2023年12月 A mange abandon A someone The A A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